哈囉,我是悲凡 全台灣最專業的變裝皇后 在我旁邊的是顧醫師 甘倪特太太 大家今天打開了嗎? OK,OK 準備收純正信 今天體驗一下當變裝皇后的感覺 現在日常經典西門町的多用途空間 如果你在紅樓沒事的話也可以在這邊灌光 對一下 好了,那我們要開始化妝囉 好的,我們現在看到 顧醫師現在這個妝容已差不多完成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乖 看起來好糟糕 可以問顧醫師一個問題嗎? 就是發生性行為的時候 男性的精液不小心射在另外一個人的臉上 甚至在眼睛裡面好了 他那滴是正常嗎? 就精液會滴啊 他會滴到我口中嗎? 你就先回答這個問題 我再幫你處理 好,我真的很常常問的問題 大家都很擔心 只說如果精液是滴在你的臉上 沒有什麼傷口的狀況之下 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那眼睛啊 他還是有一些睫膜的 一些黏膜的成分 到可能會有一些乾的風險 但是其實風險也沒有大家想說那麼多 通常噴倒的時候 通常都會覺得很痛 因為精液裡面有一些成分 發覺成分還會刺激你的眼睛 第一步其實是趕快講你的地方 要考慮大學的國家的眼睛 妝洗這樣子 因為有些人會很痛 他真的會很痛 但是就以HIV的感染來說 其實沒有大家想 以前想要做那麼可怕 其他性命其實我們沒有辦法算他的概率 其他性命沒有那麼多像HIV這樣子的典型 他不是有新聞報道 他在眼睛這邊長彩虹 這是哪一台 中標 網路的謠言 I don't know 我覺得maybe是假新聞 大概會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像你現在還這樣子 沒有 我這個是 就是長叢林 理論上的話 小孩子嬰兒在出生的過程 經過媽媽的產到 在他的器官 眼睛或臉上 比如說很多像這樣子在彩虹 但是成年到的彩虹主 還是長在分析期 或是他 就是萬一不為自己 沒錯 大家不要再看網路上的假新聞了 好 我們今天這集就到這邊 開玩笑 好了 那我現在要來幫顧醫師化妝了 我們就看你自己的照 看過什麼 他一直很看 你好 一二三 你在幹嘛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你的Drag Nature 好了沒啊 你要叫什麼 我要叫 Gina Tonica 因為我們的小顧醫師是酒鬼 欸 Gina Tonica是酒鬼 小顧醫師不是喔 想講一下 我們接下來有什麼精彩的活動 在這一年度呢 會有四場不同的演出 是有厲害的Drag Queen 然後我們呢 會為我們帶來防衣樂劇 那無聊的話 我就上場 我們還會繞進 你繞去哪裡 我們會去台中跟高雄 高雄跟台中場都會是在我們2019下半年 別忘了一定要follow我們的粉絲 專頁按讚按搶先看 才不會漏過我們最近的消息喔 這樣會很糟糕 隨便 大家記得一定要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喔 5月11號在Ferry Taipei 6月15號在Commander D 就是叫大家來啦 為了人類社會 對不對 你看Gina Tonica 阿倫 是